各位好 我是顧德科技Eric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 新汉AIoT转型论坛 我介绍一下我们顧德的相关的方案 顧德科技主要就是 做边缘监测智慧物联网的解决方案 在相关的整合设备里面 我们有针对周期性的生产设备 比如说像机械手臂的监测 或者是CNC加工机 那冲压床这部分的相关 你只要是有周期性的讯号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感测器的讯号 快速建模 然后建立这样子的一个pattern 然后以设备我们的系统自动追踪 然后比对判分 那将庞大的大量的边缘端截取的数据 然后简化成分数比对判分 然后让你可以作为一个设备的 一个健康度的一个预知诊断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连续式的转子监测设备 那这样子 因为在工厂里面 厂务设备是具有非常大量的转子 那包含水气电空调这部分 那顾德科技我们提供有 相关的配套方案 像比如说从人工巡检 建立地图巡查 然后还有无线式的振动感测器 然后包含有有线式的特殊的转子振动感测器 这部分通通都有提供相关的 Total Solution整合方案 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 射灯的管理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产线设备 你只要具有三射灯 我们利用灯条的部分 然后可以快速的帮场内建构 OEE的驾动管理 这也是我们顾德提供的一个 相关的解决方案 那另外还有就是各式耗电的设备 就是搭上ESG的热槽 那我们搭配智慧电表 然后可以去监测各个配电盘 或者是各个生产制程设备 它的耗电量 然后去监测它的所谓的用电量 还有一个碳排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也有相关的配套方案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 各式机台的稳态讯号 动态讯号 那包含像环境的温湿度 Particle这部分 那另外还有就是像一些动态讯号 那以往监测温度 物联网可能单纯我们只是监测温度的讯号 可是我们会搭配像一些炉体 它的一个动态变化 升温的斜率的一个计算 监测这部分 我们都可以在边缘端 去下这些演算法 然后达到设备的这些监测的一个目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顾德科技提供 系统级边缘监测智慧物联网的整合平台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 我们跟顾德科技跟新汉公司合作开发的 PDM RM IoT的一个马达转子智能监测平台 那我先介绍一下硬体的配置 它是属于无线式的一个监测系统 那它需要的就是一个Gateway 一个接收器 Wi-Fi的接收器 它走的通讯是走Wi-Fi式的 那这个就是振动感测器 Wi-Fi的振动感测器 那它主要就是贴附在马达转子的轴层培零位置上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平台 那我们这样子开发的这样的系统平台 你会看到上面有四个灯号 就是绿灯 黄灯 橘灯 红灯 那我们定义 我们内建有ISO10816的转子国际规范 那绿灯跟黄灯 绿灯就是优良 黄灯就是正常 那橘灯的话就是警告 那红灯的话就是危险 那橘灯的话 它在学理定义上 就是如果你看到橘色的灯号 它就是必须安排下一次的保养 那如果是红灯的话 就是危险 它随时有无预警当机的可能性发生 绿急需要挺机保养 所以我们把感测器部件在马达转子上面之后 就可以立即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状态 那我们的平台是很flexible 很弹性的 那我们随时可以弹性新增我们的点位 那内建各式的这些点位的贴点位的位置 我们把这样很直觉式的图像 已经内建在里面 帮助使用者它可以快速的部件 它的感测器 而且是会贴在对的位置上面 那另外振动感测器的序号 输入进去之后 它就可以连接上它 就可以PIN起来 那一样我们在转指上面监测 它直接用灯号去做显示 那我们会看到内建有这些 震动感测器的单位 像速度加速度 它这个感测器它带有三轴 像SYZ轴 那你会看到它还有带有温度 还有电量这部分 那每一个内建里面 当然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些趋势规范 那趋势规范里面 我们一样就是有医药灯号 ISO10816这样子建制的规范 从绿灯黄灯橘灯红灯 那你在趋势的一个圈锯的管理上面 你会很直觉式的看到 你马达转指的一个监测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当然还有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在设定上面 我们把内建所有ISO10816的国际规范 它是依照转指的瓦数大小去做区分 那你可以快速的去定义你的所需要的一个转指规范 找到这样的规范 那各个门槛我们还是有内建上下线 你可以去定义设定它 去做更进一步更细部的规范管理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物联网的监测平台 那点位的部分呢 原则上就是我们可以分区域 像比如说是空调 水克 电克 那CDA PCW 这部分 那每一个点位就可以随时弹性吸增 以上就是我们整体 PDM RMIOT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平台介绍 OK谢谢